蔡新騎士執行前方一輛白色休旅車 從梯自入口轉出 馬上撞在一起 蔡新騎士攔腰撞上了休旅車 倒臥在地上 後續救護車也到場 28歲蔡新騎士傷勢嚴重 送醫後進到加護病房 診斷後傷到腦神經 人還在昏迷當中 朋友幫忙PO網 希望大家集氣 讓他早日清醒 車禍發生在8號下午1點多 地點在雲林台17線 從四湖往口湖的方向 現場沒有耗製也沒有反光鏡 28歲蔡新騎士的機車 還遺留在現場 前車殼都破裂地上 還有安全帽和拖鞋 當天蔡新騎士去超商領完包裹 正要回家 沒想到和右轉出來的休旅車撞上 對方是年約54歲的王姓駕駛 雙方都沒有酒駕 警方補充肇事責任還要釐清 現在只希望人先醒來 而在台中也有民眾募集 叫車闖紅燈撞騎士 耗製一遍綠燈 本來大家都要起步了 結果入口碰一聲 一輛雙載的機車被闖燈的轎車撞上 車上的情侶摔在地上 安全帽飛出去 目擊車獲得熱心民眾也下車查看 卻聽到肇事的轎車駕駛這樣說 事發地點在台中風源 樂天街自強南街口 10號晚上7點多 肇事駕駛違規闖紅燈 還催促請女黨趕快私下和解 怎麼聽都不合理 不過警方表示 目前確實沒有接到這件報案 但呼籲發生有人受傷的車禍 最好還是報案保障雙方權益 TVBS訊論張崇銘 黃國軍裸心雲林台中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